來 廣深考試 平均五題可以答對三題 來 平均宣講 他告訴我平均五題可以答對三題 代表這個人能力了對不對 我能力了知道嗎 各位 所以說題目開中的一個告訴我說 這個人的能力是幾 答對能力是幾 五分之三 可見答錯能力是幾 五分之幾 二 來 告訴我 今天參加考試 考試考幾題 五題 問你 這個考生恰對幾題 三題 五題當中恰對幾題 三題 所以說老師問你 很多同學都這樣算 五題當中對幾題 對三題 所以說怎麼算 對幾次 三次 所以五分之三 五分之三幾次 三次 可見錯幾次 兩次 五分次 五分次 幾次 兩次 這樣是說來的對不對 背後錯 為什麼錯 五題當中對三題 對哪 三題你確定嗎 你可能是對簡單那三題 或是老師我難過多對 簡單都錯 對吧 這也是對三題嘛 行不行 所以對三題來講 是對哪三題你確定嗎 不確定 所以第一個動作 你要先從五題當中挑三題出來對 不過可能對一二三錯四五 或對二三四錯一五 或對一三五錯二四 對吧 所以五題當中挑三題出來對 剩下兩題當中挑兩題錯 對吧 那其中對幾題 那不管怎麼樣 總而言之對幾題 對三題 對四題 對四題 五分之三 五分之三 五分之三幾次 三次 錯四題 五分之二 五分之二幾次 兩次 這樣就好了 可以嗎 可以喔 好 OK 把這邊看一下